城门那边黑洞洞,城门那边冷清清,城门那边早已清空出来,京都的居民们被拦在警戒线之外,满脸震惊地看着难来的这一行队伍,看着这些人身上带着的血,看着那些马上扶着的尸体,看着挺直后背,骑在当头第一匹高头大马上的年轻大人。 一片哗然,魁维京都一年之久的小贩大人终于回京了,但谁也没有想到,随着他一起回来的,竟是这么多的尸体与血字,还有一辆破烂不堪,似乎随时都可能散架的全黑色监察院的马车。 在远处围观的百姓们窃窃私语着,议论着,震惊无比,看着眼前的这一幕,人们都猜到,一定是在小贩大人回京的途中,遇到了什么凶险的事情,只是没有人想到,所谓凶险,其实就发生在安乐繁华的京师附近。 京都守备的军士们沉默地牵着马,在队伍的两侧进行着护卫。 百姓们满脸惶恐地看着,确认了不是朝廷缉拿小贩大人,然后便开始纷纷猜想了起来,联想到范贤那个惊天动地的绅士,联想到过往一年间的传言,联想到内库这些敏感的词语,就算愚如民妇们也知道, 肯定是朝廷内部有些人想对小贩大人不利。 范贤在江南的事情,虽然影响了一定声誉,但在京都,他依然拥有着极高的声望,春为暗,独一处,殿前诗,被骑行,在京都人的心中,他是最大的骄傲与朝廷最后的良心。 学范大人 学范大人 百姓们看着带伤的范贤,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关心与支持,也不知道该如何请安,只好隔着老远的距离高声喊着,喊叫声此起彼伏。 秦横侧脸看了他一眼,眼中露出一丝艳羡之色,马上回复了平静。 范贤望着那边乌鸦鸦的人群,微微点头,面色稍柔了一些,心底里也不禁感动,他自问这第二次生命并没有从内心出发为这些人们做过什么事情,但便是自己偶尔带来的一点点好,这些百姓们却能记一辈子。 京都虽然黑暗,但这些民众的心还是向着光明的。 有些胆小的百姓忽然尖声叫了起来,对着范贤这一行马队指指点点。 范贤不用回头,也知道是什么震慑了百姓们的心神。 身后的马匹下方,拖着一块从马车上折下来的门板,门板上绑着一个奄奄一息的血人,这个血人身上的鞋已经止住了。 先前流出来的鲜血,此时也已经变作了乌黑的颜色,将他的衣服与身体漆在了一处。 更为恐怖的是,这人的两只手臂已经齐尖断了,只剩下两个血口,一颗眼珠子也沾着血浆子扁了下去。 还有两只被砍下来的手臂,被人用布条胡乱系在门板的边缘。 这正是血骨居沙中,唯一活下来的那个活口,一路被监察院众人拖到了京都城门处,沿路颠簸不停,场面凄惨。 范贤没有一丝表情,一挥手中马鞭,当先往城门里驶进。 穿过阴暗的城门洞,抚一见京都深东雪景,范贤深深吸了一口气,几十名穿着黑色连衣官服的监察院官员迎了上来,一人沉默地牵住了范贤的马江,其余的人去后方接应那些重伤后的同僚。 范贤他江绳的那位官员面色有黑,沉痛说道,下官失职。 他看了范贤身边的秦衡一眼,烟火令后,城门暂时关了,所以未及出城接应。 范贤点点头,有些疲惫说道,木铁不要自责,这和你没有什么关系。 他接着说道,木铁。 木铁赶紧从后方跑了过来,老老实实地站在了马旁,他的脸上也浮现着愤怒与不安的神色,木铁在。 范贤微微低头说道,你带一部分人将这些兄弟带去养伤,安葬的事情明日再说。 是,木铁领命而去,无敌反邪杠龙帝输一屋,整,立。 范贤对木铁说道,你带人跟我去一个地方。 木铁疑惑,心想,大人受伤严重,想必宫中不会急着召见,这么急着去哪里呢? 却知道在当下这种时刻是断不能问的,低头领命,同时向街边的联络官员做了个手势。 范贤看了秦衡一眼,问道,入京之后,还有人敢杀我吗? 秦衡想了想,说道,没有。 范贤说道,那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? 秦衡又想了想,为难说道,我怕你要杀人。 范贤沉默片刻后,说道,今天我不杀人,因为我还不清楚该杀哪个人。 随范贤归京的监察院官员们被接走疗伤,他的身后换成了自己原来一处的官员密探,就这样安静,肃然地往京都深处走着,不一时便来到了天河大道上。 队伍的后方还是拖着那辆快散架的马车,和那个门急和那个惨不忍睹的血人。 一路行来,禁述落在了京都百姓的眼里,道路两旁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了,不自禁地发出几声抽冷气的声音。 此时市清间早已传开,小贩大人奉归京述职,不料于京外遇强人服袭,监察院死伤惨重,小贩大人险些身死。 自十四年前的京都流血夜后,京都便一直沉浸在安宁之中,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发生过如此令人震撼的事情。 范贤比直坐在马上往前行走着,身后不断有监察院一处的人会拢到队伍里,队伍越来越长,却依然一阵沉默肃杀。 看着这一幕,京都众人各自心寒,不知道是不是京都里马上就会血流成河,没有人敢低估范贤的魄力与狠力。 京中的监察院官员大部分属一处,范贤便是一处的祖宗,祖宗遇袭,这是何等大事。 也不用怎么发动,京都里一处的密探们都行动了起来,随时范贤地加入了队伍,暗中去查半地开始通知各府钳着的钉子。 范贤忽然一拉缰绳,停住了马匹,回头看了一眼自己那些面带毅然之色的下属们,微微皱眉,缓缓开口说道,这里有近两百人,我们一处拢共才三百一十个,你们不办事了。 木铁心想,今天这阵势看样子是要去杀人报仇,人带少了怎么能行? 在京都堂皇杀人,就算再有理由,只怕最后也要惨遭镇压,接个一处是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都压在了范贤的身上。 他咬牙回道,全听大人安排。 范贤闭目想了会儿,不要再来人了,我不是去杀人的。 一直跟在他近处的秦衡听着这句话,心头一颤。 然后,这一队人继续开动,在京都百姓惊骇的目光注视下,沿着平日里安静的天河大道,那路两畔的流水,缓缓向着远处的皇宫行去。 阎兵云站在窗口,隔着玻璃窗看着楼下的道路,看着路上那一队杀气腾腾,却又无比沉默的队伍。 围观的群众已经被京都府的衙役们驱散了,天河大道上遇见孤寂。 他看着骑马行于最前方的那个人,微微叹息了一声。 一名下属叩门而入,跪于地下禀告道,已派人通知臣员,警备已提至一级,六处全面启动,以控制书密院附近街巷。 让二处扔下手头不紧要的活,全力查山谷服袭之事。 阎兵云没有回头,只是看着路上的范贤。 那名下属领命,抬起头来问道,提思大人正往那边去,要不要接应? 阎兵云思考片刻后说道,准备一下,如果大人真的动了手,他的面色微变,旋即苦笑说道, 放心吧,大人不会动手的,他比我们还能忍。 那名下属恶然抬头,看着阎兵云,心想提思大人遇袭,小颜公子怎么如此镇定自若? 居然不急着出院去迎接提思大人,或者是阻止提思大人。 在皇宫与灰黑色的监察院之间,还有一座建筑,上有苍龙盘踞,下有石石守门, 衙门大厂,石阶齐下,看上去显得威武莫名。 范贤沉默骑着马,向着那座建筑前进。 他身后拖着的那个门板,在天河大陆尽头的石坎上颠了一下,终于承受不住断开。 那个血人的脚还背竖在马尾之上,在地面上一弹,重新又被拖动,只是那双断臂却落在了地上。 早有监察院官员将这对断臂捡了起来。 那个血人被电醒了,发着难受的呻吟之声,只是半个下巴已经碎了,人也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,根本说不出什么话来。 这人被范贤的马,拖着在地上行走,血水再次蹦出,在雪地上拖出了一条长长的线。 血线 血线尽头便是那座建筑。 范贤明眼看着石阶上的那个衙门,看着石阶两旁威武莫名的史诗,在心里叹了口气,往年在京都,自己因为皇帝的压力与自己的自省,刻意与这里拉开了距离, 算到如今,这竟是自己第一次来这里。 这里就是庆兴号兴号方的中书,当年的兵部,后来新政里改称军部,如今早又回复古称淑密院的地方。 淑密院奉陛下之命,控制着庆国所有的军力调动,负责一英对外征战之事。 在这数十年的战争之中,不知道涌现出了多少名将大帅,不知为庆国获取了多少土地与财富。 庆国的军队乃是天下最强军,庆国的淑密院便是这最强军的头脑。 无敌反邪杠龙地书一屋,整,立。 淑密院里的人们早在范贤入城的时候,就知道了这个震惊京都的消息。 等到范贤一行人往淑密院来时,所有的将军们都感到了一丝诧异与不安。 已经有不少军方官员已经跑出了疏密院,站在台阶上,注视着范贤这一行人。 范贤就这样安静地坐在马上,也不下马,只是看着石阶上那扇紧闭的大门。 大门缓缓拉开,五六位淑密院的大臣急步走了下来,而在他们的身后,淑密院的兵士们也握紧了刀枪枪杆,警惕地盯着衙门口的这群监察院黑衣人。 场面似乎有些紧张,但范贤不紧张,他认得出门来迎自己的乃是淑密院二位副使以及三房副城旨。 如今秦家老爷子一向称病在家,淑密院管事的,便是这几位高官了。 他一挥马鞭,指住那位淑密院又副使开口,不给对方表达关心、愤怒、紧张、怜惜之类任何情绪的机会。 范贤缓缓开口。 我知道,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不想我回京都,至少是不想我活着回京都。 范贤冷漠说道,但,我还是回来了。 淑密院又副使,欲言又止,双眼却看着范贤身后拖着的那个血人,看着这惨不忍睹的景象, 这位自血火中爬江起来的高官也只是微微皱了皱眉。 范贤微微低头说道,本官于京都、郊外遇袭,这件事情想必各位大人都知道了。 淑密院又副使,俯使开口说道,实在令人震惊。 不等他把话说完,范贤劫道,想杀本官的人是谁,本官不想理会,本官只知道,是你们的人。 你们的人。 这便把话定下了基调。 淑密院又副使大惊,皱眉反驳道,范提斯遇袭,我等同僚,无不感同身受,只是事件未清,还请不要太过。 范贤不理会他,只是轻轻抚摸着光滑的马鞭,与马上低头说道,何必解释什么呢? 你们认识我托的这个人吗? 范贤看了一眼马儿身后的那个血人,微笑说道,当然,你们肯定不认识,哪怕他一定是军中某位大人物的亲随将军,你们也不认识。 这个人是今天袭击本官留下来的唯一一个活口,他叹息着,一个很好的军人,可惜了。 范贤反手一边,边尖极长,啪的一声抽在了身后雪地上那血人的脸上,只是那人早已奄奄一息,根本没有什么反应。 军人自有其气息,而淑密院中人早已从京都守备处知晓,此次服袭范贤的小谷部队中,居然用上了守成弩,如此一来,军方肯定脱离不了干系。 此时的淑密院众人满心考虑的是要如何面对监察院的怒火,陈婷婷的反噬,陛下的震怒,所以对于范贤如此明显对军方的羞辱一边,也只是面色微变,心头恼火,面上却不敢太过直接地表露什么。 从淑密院的正门处,又缓缓走出一人,只见此人身材并不如何高大,但却显得格外强悍,尤其是那一双眸子神光泪敛,却又咄咄逼人,一脸肃容,身后负着一把长弓。 看他身上紫色服饰,明显是一位极品大臣。 如此打扮,不是回京树职的征北大都督燕小矣,又是何人? 天生范贤却是看也没有看燕小矣一眼,只是反手一边又打在了身后那个血人的脸上,在这人本就已经惨不忍睹的脸上,再留下了一道恐怖的伤痕。 紧接着边尖一飞,将这个人卷起了起来,刀光一闪,系在马尾后的绳索立断。 那个血人直直飞了起来,越过了石阶下的兵士,重重地摔到了疏密院衙门之前的雪地上,砸起一片雪花,一片雪花。 正好摔落在燕小矣的身前。 燕小矣低头看了一眼,不知道眼神有没有一丝变化。 范贤一抬右手,木铁抽出身旁配刀,走到唯一残存下来的马车旁边,双手持柄,星号星号砍了下去。 刀光一落,马车厢最后一丝细绊,也成不住力了,半边马车厢壁轰然塌垮。 无数个圆滚滚的事物从马车里滚了出来,滚过散乱的木板,滚过洁白的积雪,滚到了疏密院的石狮之下,去世难止,渐渐堆高,将整个石狮靠着道路的一侧淹没了一半的高度。 是人头。 无数的人头堆积在马车与石狮之间。 点点污血,无数货征货币的血污双眼,头颅下记着的丝丝落落肉丝,就这样淹没了疏密院门口威武石狮的胸口。 伏击我的军中二百壮士尽数在此。 范贤淡淡说道,一挥马鞭,摇摇直着石阶上的庆星号星号方大佬们,活人,我给了你们。 四人,我也给了你们,我希望你们也能给我一些东西。 然后他对一脸默然的燕小矣说道,令公子可好。 最后范贤低头,对着石狮那里的两百个人头,牵扯了一下嘴唇,嘲讽说道,大好头颅啊。 燕小矣抬抬头,眼中惊芒乍现。